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因钻石丢水里差点丧命的电影深水区 故事发生在一家游泳场所 游泳池一如既往明日夜 下午管理员因老伴的电话催促回家吃饭 结局下班,在关于泳池屏障时没有检查就放下了总扎 此时,两姐妹因钻石卡在池底井盖上 还在池底取钻石 可能是因为钻石太大,怎么也拿不出来 当两姐妹发现屏障已经覆盖整个泳池时,为时已晚 两人急忙游到水面上,不停的敲打屏障呼救 可是根本没有人回应 两枚女姐妹开始自救模式 很快就发现了一个洞口 但是这个对她们没有任何帮助 无奈之下,姐妹带着各自的情绪继续寻找 离开这个泳池的办法 可是,手无腹肌之力的两人哪里推得动屏障 时间一长,姐妹俩也产生了矛盾 不断争吵,发现着彼此愤怒与不满 夜晚,水温急剧下降 为了取暖,两姐妹抱在了一起 这时,来了一位保洁大婶 该大婶是一位有着前科的犯人 起初,姐妹喜出往外 感觉自己终于得救了 和大婶拿走姐妹包里之前的财物 必然她们以说出银行卡密码 为释放她们出来的理由 可身为年轻人的她们,哪有这么多钱 说出了密码,卡里也才几十块 这时,大婶又不乐意了 此时,双方发生了口角 面对着大婶的勒索 妹妹借说话为理由让大婶过来 妹妹气愤地将利器刺上了大婶的耳朵 此时,妹妹的行为彻底激怒了大婶 大婶打开了清洁系统 大量的氯气不断地涌入池中 这让姐妹俩吃尽了苦头 此时,不断地向大婶求救 面对这种遭遇,姐妹瞬间老实多了 此时,大妈开出条件 需要你们手上的戒指 快要死的人了,留着戒指也没有什么用 并交给了大婶 大婶拿着戒指并没有放出她们 姐妹俩还在苦苦地等待 最后,大婶想通了,准备放出她们时 可打开屏障需要密码 身为保健阿姨的她,哪里知道密码呀 无奈之下,只好离开了这里 后来妹妹想到了 用吃井盖可以拿上来,击破屏障 在通过努力下,终于拿下了井盖 能拿下来,可能是因为热胀冷缩吧 拿着井盖对着屏障一顿砸 最后妹妹救出了姐姐 姐姐因体弱多病晕了过去 救出来的姐妹俩又重归于好 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 在遇到危险时,不要互相谴责 最好的办法就是一起想办法逃离困难 下面说个广告 本工作室招募携手 有喜欢看电影 文案功底还可以的女士吗 有兴趣的可以在评论区 或者私信与我 取得联系方式 我们下期再见